請接板 一個一個說好 來 這個其實在大家應該就是 就是都很普遍會覺得肩頸 會很容易痠痛 對 低豪足 對 然後就是因為 我們的肩頸這個位置 有很多深層跟淺層的肌肉 然後這個其實說白一點 它就是轉脖子 可是轉脖子不是就是這樣轉 轉腔是沒有用的 然後它的特徵就是 你要想像這裡有時鐘的12個刻度 所以我們從6點鐘方向開始 當你低頭的時候 你要感受到背後這個 是很緊的 有被拉到 停留5秒鐘 然後再回到原位 接下來就7點鐘方向 這時候是這邊會很緊 對 歪一邊嗎 對 歪一邊 很緊繃 然後再回到原位 然後這樣繞一圈之後 到上面的時候會覺得很鬆鬆的 這時候要把眼關咬緊 這邊就會被拉到 對 伸展 對 伸展 但是它是透過 有點像橡皮筋的原理 你把它拉到最緊繃 然後再放掉的時候 它就會在最鬆的狀態 這樣子照著時鐘 這個在公司就可以做 對 就是坐姿 然後任何看電視的中間空檔 女生 男生都可以 都可以 來 三音膠 這個比例子好奇怪喔 我們首先拿出手的四根手指頭 四根手指頭的中指這個位置 它橫切面剛好是我們 三吋的距離 我們把這三吋的距離 放在內懷的上面 就剛好是在筋骨的後面一點點 這個穴位按壓的時候 會有痠痛感 很痠耶 對 這個穴位是大穴 所以這個像平常我們有 筋痛的問題 或者是肚子疼痛的問題 很適合壓 尤其是筋痛很嚴重的時候 有舒緩的功效 那男生呢 男生壓了可以幹嘛 就是可以提升某方面的能力 我明白了 就是那個啦 整日語 促進食語 妳拿她的腳可以一直摳 對 每天一直摳 是這邊常按嗎 對... 好痠 如果疼痛的時候可以按 左右腳都可以 對 兩側都有這個穴位 兩側 但是筋痛的問題 我還是想要呼籲一下大家 就是一般年輕的女生 可能都會有時候 為了減少麻煩都吃止痛藥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找到 真正會讓她 真正疼痛的原因 來對症下藥會比較好 剛剛王醫師有提到 那個精通這個問題 其實在熏期跟淡甜就 這一件 這個民眾平常在家裡 就可以自己多做 那為什麼做這個事情好 它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 我們五張六幅 都在我們肚子這邊 肚氣這附近 所以其實你在熏的時候 五張六幅的機能都會提升 然後我們在做熏期這件事情 這樣子變成說 你裡面有寒寧 你裡面有痰濕 也通通都可以做一個驅除 所以不管是悶痛或刺痛 也都可以獲得一個改善 暖弓是不是 對... 暖弓 對 然後當然第三個 第三個它的好處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它還可以在驅除體內的濕氣 它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中國古代的一種氣功 你在打拳那樣 一種寶劍的氣功 對 有八種動作 它是從八種動作組成的 其實它的動作都基本上是非常和緩 就是不會太劇烈 我們知道氣功就是這樣 慢慢的 慢慢的做 所以那打一套下來 也不會花太多時間 是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適合 各種年齡層的人來做 我來教大家一個 就是治療失眠的方法 很重要 好需要... 現代人都需要 好 那個方式就是按我們的 按摩我們的眉毛 對 眉毛 那因為在我們眉毛的最前面 眉頭這個地方 這個穴道叫斬竹穴 拇指這個關節去按 因為你如果用指尖按的話 很容易受傷 所以我建議是用拇指這個關節去按 像一隻公雞 還是用一隻 眉頭是哪裡 眉頭就是眉毛最前面這個地方 眉毛的頭 眉心 我們可以在眉頭的地方 先用力按 然後沿著眉毛附近去按 甚至你也可以把兩隻手一起 然後眉毛上面 上眼框跟下眼框一起按 所以這樣長按你就會想睡覺嗎 其實是這樣 我可以建議各位是在睡覺前按 睡覺前按的話 一方面其實是睡眠的按摩 一方面也是提醒各位 眼睛應該休息 對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 會失眠是因為太常使用手機 然後睡前這個光線 會影響到睡眠 對 所以就是可以這樣做一個 睡眠的按壓 像這題外的話 因為失眠這個安眠藥 是台灣現在那個商機 它那個量 應該世界級的 很多診所都靠賣安眠藥在賺錢 對 中醫也有這種 其實我本身睡眠障礙 也是我的尊常之一 然後我其實有幫助 我幫助很多病院是 借掉抗大安眠藥 所以其實 其實睡眠 睡眠來說 要先矯正這個人的睡眠習慣 很多人其實是睡覺前 做的事情不正確 譬如說看有螢幕類的東西 通常是最近應該是看手機 看手機 滑iPad 對 有螢幕類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螢幕類的藍光 會影響到睡眠 這會讓大家不好睡 所以你的專長是 解決失眠問題 之一 我專長之一 真的喔 他們一開始先吃半顆 又變一顆 然後變成兩種 三種 然後到最後他們 吃很多安眠藥 其實都還睡不著 人只是昏昏沉沉 但是睡不著 而且會做很多傻事 對 那有些可能會去夢遊 對 打開冰箱 把生肉都吃光 對啊 是這麼殘暴 對 所以你可以解決這方式 我是用針灸方式 幫他們把這個 安眠藥給慢慢戒斷 其實不能一下子停掉 對 這會出事情 慢慢減少那個量 對 要慢慢停掉 其實像剛剛前面醫師提到說 液晶操或者是說八段劑 甚至是 以前我們會說滑陀五禽系 其實這個都是一些利用運動 肢體運動上面的方式 去達到舒緩的效果 所以其實這也是類似一個 運動 我們說運動處方 其實這個叫做運動處方 我推薦的其實是 其實我自己的病人如果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台灣統計下來 其實是全世界 第一名的職業病 或者說職業傷害是什麼疾病 什麼 最常見的 第一名其實是 眼睛 感冒 不是 職業病 因為 職業病 不是啦 第一每個人都會感冒 打電腦 所以導致的 肩頸 很接近 其實第一名是下背痛 下背痛 下背痛 這是坐姿 下背痛 坐姿或者是你追尖盤的問題 這是第一名統計出來的問題 那其實除了臨床上 對 臨床上的治療以外 其實我們會通常都會建議 病人說除了臨床治療之外 能夠給他一個運動處方 當作餵養 讓他一方面 能夠去延續我們的療效 再來就是說 預防他之後再次的傷害 通常我自己的病人 我最喜歡推薦的 其實第一個是游泳 可是問題是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游泳 對 再來就是不是那麼 每一個人都方便去游泳 釣單槓是不是跟 中醫復健那個拉腰 其實復健是屬於 西復健科的東西 真的喔 但是沒錯 就像人說的一樣 就是蛙人操這樣引體向上 25 單手25 左手25 不用 六個就是有放假了 對 不用 我們就是腳稍微跳上去 然後離開地面的這樣高度為原則 手拉著把它 旋掉 對 幾個 比較擠壓的五個 或者說肌肉把它伸展拉鬆 風馳穴 這個穴位其實 針對一般上班族 我們知道現在的上班族 因為壓力的關係跟姿勢 長時間姿勢的關係 容易我們頸尖痠痛 對 那頸尖痠痛就容易導致 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睡眠的狀況 是 那睡眠的狀況不好 又會再加強加重我們 頸尖痠痛的這個問題 對 所以說其實這個有點融合 剛剛前面的黃醫師跟胡醫師 的一些理論 但是只是他用穴道的方式 那這個穴跟斬除就不太一樣 你可以先從抓別人去入門這樣子 那很簡單就是把虎口張開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